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我国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家 面对一些国家的落后 我方一定会给予他们援助 为了快速推动肯尼亚的经济发展 我国在肯尼亚开办了工厂 但是却发生了恶性事件 肯尼亚警方将我国大批工人进行了逮捕 还说这些被逮捕的华裔工人是非法入境 但是我方华裔工人的政见都是齐全的 这次开办工厂 本想是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 没想到直接导致大批华裔被冤枉 这种无中生有的情况出现 我国当然要介入调查 在后面的调查中 发现并没有什么肯尼亚警方所说的非法入境情况 肯尼亚警方逮捕这些华裔的主要原因 是工厂内的主要人员都是中国人 没有使用当地的肯尼亚人们 以至于肯尼亚人们觉得这些华裔抢了他们的饭碗 其实在此前 肯尼亚人民对我国能够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少 而感到愤愤不平 还对我国的14名工人进行了殴打 其中还有一位记者也未能幸免 那段时间肯尼亚人民觉得 我国企业对他们是不尊重当地人就业 本来我方也是好心的去肯尼亚进行援助 但是由于当地的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都比较落后 肯尼亚人民根本不能够对先进的机器进行操控 我国企业们也是十分头疼的 但是面对这些恶劣的行为 我方直接表示了要暂停在肯尼亚所有的援助 并对在肯尼亚开办工厂的企业进行了召回 肯尼亚一见到我国要撤资 感觉盗嘴的肥肉飞了 直接就对我国进行了道歉 但是貌似已经为时已晚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